有時間的話請各位錄製,怎麼錄製 這邊就打一個格式化好了 假設你這邊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就切回到那個我們剛剛要的動作 就是第一個先把這個範圍選取Ctrl Shift向下 對不對 他就錄下來Ctrl Shift向下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再到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這邊是 小於等於7對不對 給他一個格式 格式的話就是 黃色的底 紅色的字 按確定 確定 再取消選取取消選取你可以隨便點旁邊一下 好錄完了對不對 這個時候記得再切回開發人員 停止錄製 這個一定要記得因為很多同學弄很開心然後忘了錄停止 他就你只要做動作他都把你錄下來了 停止掉之後 再到聚集裡面 其實就是剛剛我們那個VVA的sub 編輯 程式就出來了 就這些 那我放在雲端上面那一段程式 其實錄完的結果 然後做什麼事呢 再 再把他改名稱 改成格式化 然後呢 上面再加上什麼 註解 加上註解 這個註解是我後來加上去的 我為了要知道說 每一個 每一個是什麼事 那你這裡面的話可以再修改 而且有些程式你不會寫的話 你可以錄好 再複製貼到你要 的VVA的位置 他就可以 幫你執行了 OK 清除的話你不會沒關係 你可以把剛剛的清除的動作 再錄製一下 一樣的方法 就是 怎麼樣把這個格式刪掉 其實好像是什麼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清除規則 那整張 整張規則 清掉 就一行程式 就有了 有沒有 然後就會有這兩個按鈕啦 最後前七名 前七名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把 他裡面的那個 數字 這裡面的數字 只要是遇到 小於7的幫我摳過來 按下去 那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應該我是跑一個回圈 判斷一下 裡面的數字 如果是小於等於7的話 就幫我摳到這邊來 這要怎麼做 其實我 我自己也是 我這個也是臨時想的 可是每一次想的邏輯都不太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我怎麼寫的 當然 每個同學 每個 程式設計師 每個 老師 每個 書本寫的都不一樣 那 你可以用自己的邏輯去推敲 我看一下 那我是用什麼方式來寫的 好 我這邊呢 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會多一個變數叫追 這一的話呢 就是 輸出的位置 預設是從第二列開始 所以這邊的話 沒有加註解 追的話等於2 2的話指的是第二列 的 F欄 那也就是我將來要輸出到 哪一個位置 因為我要去判斷 所以判斷 i等於第二列 到最下面 這個都固定的 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1欄里面的數字 它是小於 等於7的話 那就幫我 扣到哪裡呢 扣到這邊來 那怎麼扣過來 位置是正確的 因為我這邊有個追 追指的是列 第 第2 預設是2 第2列的 F欄 幫我扣過來 他就找到 這個 找到 他幫我扣過 怎麼扣呢 扣過來的寫在前面 要被 這個寫在後面 然後 因為扣過去之後的話 那因為 等一下 我們的 列不能一直都是2 必須要把它加1 所以 J等於 J加1 換成第3列 所以一直往下 再判斷第4列第5一直往下 所以 最後結果呢 他就自動幫我把它扣過來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的話 跑完這個回圈 自動幫我把結果 給繡過來了 OK 程式沒幾行啦 不過如果你可以理解這個方式 以後的話 就很輕而易舉 可以把你要範圍資料 最後的結果 扣到一個範圍 否則的話 你沒有做這件事情 那你每次都要捲動 其實也不方便 最好是怎麼樣 貼心一點 多這個按鈕 馬上可以一個結果答案出來了 OK 那這裡的話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 這個程式都在這裡 提供給各位參考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最後那個格式化 清除格式 還有 如何取得前期名 這個部分 額外補充的 給各位回去 再做練習好了 因為時間 有限 所以 這個部分呢 可以再 把它 重新再做一個練習 或者是 再從那個 Google去找到 也許你可以把它改成大樂透 或者是其他的 開講號碼的練習 延伸性的練習 OK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先講